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人工智慧AI带来了新的需求前景,晶片巨头们正向更尖端支撑加码。 咨询机构TrendForce的研究显示,2024年,原本主要由手机晶片霸占先进工艺的版图将以AI晶片崛起而发生变化。 AI应用带动HPC高效能运算晶片需求逆势成长,高速运算应用将会成为先进制程最大驱动力。 台积电的产能几乎涵盖所有主流AI晶片厂商的产品, 包括汇达采用4nm工艺的H100和H800,7nm工艺的A100和A800。 AMD采用6nm工艺的MI200和5nm工艺的MI300。 塞灵斯和英特尔的部分产品也由台积电代工。 台积电的技术迭代速度是AI晶片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。 另外,Trendforce日前发表的晶圆代工市场报告显示, 2023年三季度,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厂商产值为282.9亿美元, 环比增长7.9%。 其中,台积电今年三季营收为172.5亿美元,环比增长10.2%。 先进制程7nm还以下营收占比接近60%。 3nm工艺9月刚刚有终端产品面试,营收占比已经达到了6%。 也就是说,在先进工艺代工市场,台积电占据绝对优势,且优势还在加速扩大。 台积电最新市值约5365亿美元,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半导体公司, 先进工艺关系到其未来的想象空间。 台积电目前已量产的最先进技术,是iPhone 15 Pro系列所用A17 Pro晶片搭载的3nm工艺。 2024年,台积电3nm晶片也将逐步放量,客户名单中包括苹果、辉达、AMD、博通、联发科和高通。 2024年,全球先进晶片代工的主要厂商台积电、三星和英特尔均步入3nm以下工艺阶段。 一个新的变量是,由于大模型的兴起,AI晶片的需求将推高先进工艺的需求量。 咨询机构IC Insights预测,全球晶片制造产能中,10nm以下制程占比将会大幅提升,由2021年的16%上升至2024年近30%。 三星和英特尔作为眼下台积电先进工艺代工的竞争者主要。 三星是第一家将3nm晶片推向市场的公司。 2022年,三星实现3GAE工艺,即3nmGate All Around Early,3nm工艺早期版本量产,但是良率受到业内质疑,被认为只有约60%,良率影响了三星的订单。 同时,由于三星业务复杂,其半导体业务的客户和其手机业务之间可能是直接竞争的关系。 客户选择三星代工会有技术或设计泄露的担心,这些均影响了三星3nm晶片的市场表现。 三星当前的计划是在2024年推出更加成熟的3GAP工艺,相当于3nm工艺的加强版。 2025年实现2nm量产,首先用于手机,并分别于2026年和2027年扩展到HPC级汽车电子领域。 2026年之后,甚至将推出1.4nm工艺技术。 另一个竞争者英特尔此前宣布,要在四年里掌握五代制程技术,目标在2025年重夺半导体领先地位。 在英特尔的时间表上,2024年要实现2nm工艺技术在自家产品上的量产,并在技术逐步成熟后用于其晶圆代工业务上。 台积电认为这种威胁并不大。 今年10月,台积电方面曾经有消息流出。 经过内部评估,台积电已经量产的3nm工艺技术和英特尔明年推出的2nm工艺技术表现接近。 事实上,今天制造进入到10nm以下阶段,工艺数字并不等同于半导体实际物理尺寸。 1.4nm、2nm、3nm虽然是厂商广泛使用的概念,但其实是每个厂商根据自身的参数定义的制程概念。 举例来说,同样是2nm制程,各厂商可能参数并不一样。 因此,很多时候,先进制程的节点更多是代工厂的宣传手段。 全球范围内虽然2nm尚未量产,但围绕着2nm以下技术的争夺已经开始。 12月中旬,台积电在IEEE国际电子器件会议上透露,1.4nm级制造技术已经开始研发,名为A14。 目前,进展顺利,预计将于2027年至2028年之间量产。 台积电此时宣布展开1.4nm技术研发,技术创新意义比商业回报前景更明显。 目前,尚未有关于1.4nm级工艺更多的讯息流出,该技术的效能表现无法估算。 此前,台积电释放的3nm与2nm晶片的对比讯息或许可以作为参考和3nm晶片相比。 相同功耗下,2nm晶片速度可以增加10%至15%,相同速度下,功耗可以降低25%至30%。 不过,由2nm向1.4nm突破,所需要的设备和资源投入均会显著增长,功效的提升是否覆盖成本的增加仍未可知。 有行业人士认为,尽管向下一代工艺突破的成本明显上升,然而效能的提升却趋于平稳,对客户的吸引力有待观察。 但是,台积电别无选择。由于向更先进工艺技术突破所面临的挑战也在加剧,台积电的优势并不是坚不可摧。 台积电强调,为了使2nm和1.4nm等节点能够真正发挥作用,实现新的效能、功耗和功能水平,需要进行系统级的协同优化。 这对于台积电的研发团队来说,挑战很大。 对下一代工艺的布局稍有落后,市场份额可能就会旁落。 行业发展趋势和竞争需要都决定了台积电不能慢下来,因为竞争对手们已经多次表示再做一些准备了。 而且一些迹象显示,尽管台积电似乎在技术上拥有领先优势,但是客户们仍然有意考虑选择它的竞争者。 今年7月,灰达的竞争者AMD表示,正在考虑除台积电以外的代工厂,以追求更大的灵活性。 8月,美国AI晶片企业Grog宣布,将成为三星位于美国德州的新厂的首个公开客户,通过三星为其生产AI加速晶片。 另据媒体报道,高通已有意在其下一代高阶智慧型手机处理器中,使用三星的晶片替代台积电。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,晶片代工高度依赖同一家厂商存在一定风险。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,晶片厂商们会采用多个代工厂以避免供应链风险,三星和英特尔都将因此获益。 一位行业资深分析师表示,出于效率和竞争需要,台积电仍然会是业内顶尖公司的第一选择。 但是,对于并不在最激烈竞争中的公司们来说,需要其他代工厂来分散风险。 不过近日,面对业内传言,三星对于2奈米工艺技术在采取降价的方式来争抢客户的消息。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客户还是看技术的品质。 所以,眼下最重要的自然是,台积电将于2025年实现2奈米级制造工艺量产。 台湾媒体日前报道,台积电其实早已经在7月初开始了2奈米工艺的预生产,灰达和苹果将成为首批客户。 毫无疑问,更先进的晶片能撬动巨大的利润空间,台积电会因此继续封神,几乎成为定局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